大家好,我今天來到高雄的市康診所 站在我旁邊的就是今天的挑戰者 劉碧潭醫師的媽媽,劉媽媽 歡迎你們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劉醫師 為什麼會想要帶媽媽來接受這一次的挑戰呢? 其實我聽我媽媽講說 她膝蓋不舒服已經好一陣子了 她平常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我常常就是看她都蹲在地上 擦我們家的地板 像一些上下樓梯 還有有時候在外面公廁 找不到那種西式的座式的馬桶 可以用那種亞洲式的那種蹲的那種馬桶 就是她都會跟我講說 其實今天膝蓋就是酸酸痛痛了 時不時就來一下 而且她最近喜歡像跳舞 她還是他們舞團的舞力擔當 那有一些難免比較多 膝蓋動作的一些舞蹈來講的話 她回去也是會融融她的膝蓋 今天膝蓋真的好像有點吃力 那這些累積下來來講的話 是讓我覺得說 她的膝蓋真的會需要做一些保養 其實PLT在我的臉上 我有去做過一些治療 那我覺得效果是很不錯的 而且PLT也可以廣泛應用在 關節的保養上、治療上 所以我想讓我的媽媽也體會一下 這種PLT她的效果 好 所以我們設計了五大挑戰 想要問一下劉媽媽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進行我們的挑戰囉 挑戰開始 挑戰一 1 挑戰2 挑戰3 挑戰3 挑戰4 挑戰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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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挑戰4 1 2 2 3 4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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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哇 辛苦龍媽媽了 剛剛接受我們的五大挑戰 媽你還好啦 做了那麼多動作 有點痠痛 痠痠的 所以膝蓋這邊會比較不錯 對 不舒服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了解龍媽媽 在使用膝蓋上的狀況 那接下來就是要進行我們PLT 調程的第一步 抽鞋 那我們就一起去抽鞋囉 哇 恭喜我們日進抽鞋完成 剛剛抽了很少 我看了都很心疼 沒有啊 知道剛剛抽多少鞋出來 我好像有聽到護士說257是嗎 對 257 其實257就是一般人正常抽鞋一次的量 那抽完鞋以後來講的話 媽媽要多喝水 補充一些水分 然後多補充一些鐵質的食物 像是水果來講 媽媽最愛吃水果 櫻桃 葡萄這陣子可以多吃 然後待會來講的話 我帶你去喝豬肝湯豬血湯 一些內臟類的也會比較多鐵質這樣子 或者是 媽 週末要不要去吃牛排 因為有個理由 其實牛排是誰 牛肉來講的話也是富含鐵質的食物 也是很好的選擇 那這幾天來講的話要避免劇烈運動 像是媽愛的跳舞 這樣也要避免一下 我媽媽她是一個很聽話的人 除了抽洗之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要避免說 就是 攝取太油膩的食物 然後做洗要正常 睡眠一定要充足 這些我媽媽都有做到 超棒的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等兩個禮拜以後 跟我們剛剛抽的血液 然後做成乾粉狀 我們就可以再做一系列的療程 然後看你們媽媽的狀況 會復得如何喔 那我們就兩個禮拜後再見 掰掰 音樂 音樂 耶 到了我們這一次 又來驗收劉媽媽 五大挑戰成果的時間了 那在進行這一次的五大挑戰之前 我們要先來問一下劉媽媽 我們距離上一次到現在 大概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劉媽媽總共接受幾次POT的治療呢 兩次 那每一次的治療大概是施打幾頻的POT 這個可能就是要麻煩劉醫師幫忙 我媽是兩邊膝蓋都打 那我是抓到兩頻 其實治療效果在我媽身上來講的話 她覺得說是逐步在改善的 請問一下是每一次都要施打兩頻嗎 因為她兩邊膝蓋都有問題 那我是抓就是一邊會用到一頻的量這樣子 那每一次都打一頻 她不是說我們要越打越少還是越打越多嗎 是每一次都要打一樣的量 基本上來講的話甚至比我媽媽更嚴重的個案 或者是退化程度更嚴重的 那醫師會去評估說也許她的頻數甚至是要更多的 這就可能由當下的臨床醫師去做判斷 那POT她的產品很特別 也是非常特殊的優點來講的話 是因為她的濃度是非常固定的 這樣子也幫助臨床醫師去判斷說 我今天要治療這樣的個案來講的話 那她需要的頻數怎麼抓 我預期達到的效果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OK 那就是在這兩次施打過程中 劉媽媽有感覺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是你有在施打過程中有覺得比較不舒服的地方嗎 不會第一次是覺得有點緊張 真的注射下去的話 跟一般的打針一樣 然後就是打完針聽醫生的話 就是說不要做劇烈的運動休息幾天 這中間還是都是日常生活都一樣 都一樣都沒有改變 所以在施打這段療程過程中 劉媽媽都沒有覺得就是 日常生活有被影響到 沒有 就休息幾天以後 還是可以照常的運動 OK 好 看起來POT的治療 對劉媽媽日常生活 是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到最期待的一刻 我們來看看一下 劉媽媽接受的這兩次POT的治療 她在做之前的五大挑戰動作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改善呢 非常期待 好 那我們現在就跟劉媽媽 一起來接受這五大挑戰吧 挑戰一 挑戰一 挑戰二 挑戰三 挑戰四 這樣蹲 擦桌子都有點困難 現在蹲的擦地板 OK 都OK 最困難最困難很多人都不能蹲 我之前完全不能蹲 現在可以蹲 蹲得很自如 然後你看我可以站起來 馬上站起來 OK 挑戰五 四 三 四 等 三 Yay 威媽媽超厲害的 這次五大挑戰全部都一次成功 超強的 威媽媽真的很棒喔 謝謝 謝謝 我的感言就是 治療之前不知道這個療程的時候 我膝蓋都是卡卡 經常有點痠疼痛 然後去復健 也是有效啦 我是想快速一點的 聽到說 現在有一個PLT的動筋體 可以治療膝蓋的 效果真的兩次OK 然後我現在行動自如 就是一點疼痛都沒有 然後膝蓋我蹲啊 那個趴都OK 尤其我覺得一般人疼痛就是沒辦法蹲 那我現在是蹲是很自如的 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爬樓梯也都OK 三下樓梯都OK啦 我覺得PLT真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威媽媽做完PLT療程這兩次 最大的改善就是 在行動上面變得更順暢 然後也比較不會感到疼痛 OK 那想要比較 就是想要問一下劉鼻涵醫師這邊 是想要說 如果是一般像劉媽媽這樣接受PLT治療以後 有沒有什麼後續保養要注意的地方 在注射完PLT之後 我們會建議病人就是三到五天內 以和緩的日常生活為主 而且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個案在注射完之後 其實並不影響日常生活的活動 那想要從事一些輕度的運動 我們通常會建議一週之後 那其他強度比較高的運動 我們會建議就是回來跟醫師討論這樣子的時程 那PLT雖然是對關節的修復是一個很好的治療的方式 但是後續的保養其實也相當重要 那我們會建議個案在體重上來講的話 是維持甚至是減輕一些些 然後再來在運動上的選擇也會建議說 像是游泳或者是固定式的腳踏車這樣子的有氧運動 輔助上你的肌肉力量訓練 那我們尤其強調說大腿的肌力還有臀部的肌肉力量訓練 OK其實像剛醫師有提到就是 PLT除了在注射以後會感覺到明顯的改善以外 其實你在治療以後 你還是要做比較好的習慣的改善 譬如說如果你做了膝蓋的注射 但是你還是常常就是走路用不正常的姿勢 也是很快會去磨損你的關節 所以術後的保養是相當的重要 那記得一定要找專業合格的醫師去幫你做評估 因為PLT雖然是定基定量 可是它也是需要客製化的評估 請醫師幫你看看你是主要接受這樣子的治療 OK最後非常感謝劉媽媽今天接受我們的五大挑戰 圓滿成功謝謝劉媽媽 謝謝超棒的 那也很謝謝劉醫師 然後這個過程一直陪伴我們 然後也提供媽媽最好的療程 那也謝謝四康神所提供我們這麼棒的場地 讓劉媽媽可以接受治療 那今天的任務就到這邊圓滿結束了 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 拜拜